大家好 今天是6月5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大量人群溫市中心集體單室下跪 抗議美景跪殺黑人 秘市新鎮一中確診 一人亦亡 衛生官呼籲 不要掉以輕心 秘市留失35萬份職位 5月份最新失業率為13.4% 警察跪殺黑人 並且反對種族主義 習會開始時 大家首先為遇害的George Floyd 單七下跪 民聽力中心 找李智聯博士談談吧 卑斯衛生部門今天透過聲明 公佈省內新冠疫情的最新狀況 今天再有一人確診 累計2632宗確診個案 是3月至今公佈最低的確診數字 目前仍有193宗活躍個案 21人需要住院 其中5人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省內再有一人疫亡 累計167人死於疫症 而有2272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今天沒有新的醫療護理設施爆發疫情 目前只有5家護理設施的疫情仍然持續 今天也沒有新的社區疫情爆發 衛生部門繼續為8個持續的社區疫情提供支援 聲明也呼籲民眾繼續保持警惕 嚴謹遵守抗疫指示 逐步提升社交互動 東岸疫情方面 安省的確診人數增加至29747人 灰省的確診人數也增加至52398人 全國的確診總和達94335宗 疫亡人數方面 安省的死亡人數增加至2430人 灰省的人數也增加至4935人 全國累計有7760人死於疫症 李峰地產Judy鄭如珍小姐 擁有超過10年豐富的地產專業經驗 忠誠可靠 用心為客戶尋找理想家園 商業投資 買賣等服務 疫情期間 歡迎視頻聯絡Judy 電話是604-566-2888 比斯省財政廳長詹家路 今天公布加拿大統計局的 5月份勞工市場數據 說由疫情出現到現在 比斯省流失了353,200份職位 最新的失業率是13.4% 詹家路說 5月份的就業數據 繼續反映到新冠疫情 令到各行業和比斯省 每個區域的就業市場都變得很不穩定 他說年輕人最受打擊 最新的青年失業率是28.9% 酒店及餐飲業及批發及零售業 繼續是職業流失的最嚴重行業 比例有46% 現時超過51萬名 卑斯省民獲得1,000元的 卑斯工人緊急援助金 詹家路提到 省庫正在與聯邦政府合作 擴大75%的薪金寶座 和為最受打擊的商戶繳付租金 以免被人迫遷 大家好 我們是明報加拿大發行部的同事 在現時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你不一定方便出街買東西 所以明報現在提供三個月送部上門服務 每天將明報送到你家門口 如果你需要我們送明報到你家 只要打個電話通知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的電話號碼溫哥華是604-247-4278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溫哥華島日前發生一宗針對原住民的歧視案件 一段視頻於週二在網上流傳 顯示一部白色的小型貨車 在漆黑的Port Albany住宅區內 一度傳出針對原住民的歧視呼聲 字幕提供 視頻被上傳到社交媒體公開 引起搜索原住民主群的不滿 Port Albany市長和社區領袖對事件表示遺憾 並於事發當日的下午 發佈視頻回應事件 希望疑犯承認自己的過錯 字幕提供 據Port Albany的騎警指 當晚幸好沒有人受傷 居於Chorlicum Beach的男兒犯 其後在星期三 去了Port Albany的警局自首 其境其後要求他暫時不要再踏足這個社區 並將他釋放等待出庭 在華反種族歧視的示威人群裏 國家領導人出現在示威遊行之中比較少見 因為多多少少代表了他同意 或最少不反對示威者的立場 當然我們的總理是比較親民的 喜歡現身在群眾遊行裏面 譬如之前他在同性戀大遊行裏面出現過 當大家對總理出現在遊行示威之中感到意外的時候 有人還猜說杜魯多會不會單膝下跪 誰知話口未完 他和社會福利發展部部長胡申 立即就單膝跪在地上 相信在現在世界領導人當中 杜魯多是第一個用單膝下跪 以示支持反種族主義的國家領導人 單膝下跪是代表對歧視黑人的抗議 事緣2016年美國一個美式足球員在就美國國歌時做出這個動作 當時激到總統特朗普生下跪 今次特朗普看到杜魯多做出同樣的動作 不知道他會怎樣想 不過在今天加拿大的示威活動之中 政府人員單膝下跪的杜魯多就不是第一個 多倫多警察總長桑德斯 在今日中午開始的多倫多市反種族歧視遊行裏 他到現場視察時 亦都在遊行群眾當中單膝下跪 多倫多市中心的遊行在中午開始 有幾百人參加 遊行隊伍中不斷有人大聲叫 我吐不了氣 黑人條命都是命 這些反種族主義的口號 當遊行隊伍去到Yangai Gap College 的時候 有人見到多倫多現任警察總長 亦都是多倫多第一位黑人警察總長桑德斯出現 他在人群之中亦以單膝下跪的形式 表達了他對反種族主義的支持 桑德斯在現場還向群眾說 我完全支持你們的和平抗議 讓我們一起為反種族主義作出改善 多倫多市的遊行在下午三點鐘結束 到現在新聞播出為止 沒有聽過說有任何不愉快事件或破壞行為的發生 反而在美國方面 美國司法部長巴爾昨天在記者招待會上強調 美國的反種族主義示威大部分都是和平的 但又有極端主義分子騎劫了示威 煽動暴力 他說司法部有證據顯示 今次美國的示威浪潮是有外國勢力介入 加劇了暴力的情況 什麼他的用詞用字這麼熟 外國勢力介入極端分子煽動暴力 你記不記得何時和在哪裡聽過 總理道路多今天又再派錢 聯邦政府將會為殘障人士 提供一次性600元的撥款補助 對於符合條件但在18歲以下的人士 補助金將會發放給他們的主要監會人 如果有共同交戶權則每方可以獲300元 這些漢堡補助金不用申請也不用避稅 預計全國有120萬人受惠 聯邦就業部長跨爾特羅今天亦說 已經有110萬人上班不用再領事ERB 允國華明天6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預測早上大致多雲 有六成機會會下雨 下午開始會轉為情雲相鑑 南緬地區下午會大風 溫度最高有16度 UV指數有5 強度屬於中等 晚上多雲 溫度最低只有11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香港去年的凡修例示威中 通常都是警方提出檢控 然後法庭根據表面證據 決定是否需要傳召被告出庭 而今天第一次有人提出私人檢控 而法庭決定批出傳票傳召被告出庭 提出私人檢控的是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他早前控告一名警員在去年11月 在西瓜河近距離向示威者開槍 以及的士司機鄭國泉在去年10月撐上行人類狀人 許智峯控告的士司機鄭國泉危險駕駛 而開槍的警員 他就控告他一看意圖謀殺罪 以及一看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 而射擊了交替控罪 許智峯在刪停後說 裁判官林子勤認為 的士司機鄭國泉 涉嫌危險駕駛一事的表面證據成立 所以發出傳票 至於開槍警的事件 許智峯就說 裁判官需要時間 考慮法律觀點和所草擬的控罪 特別是意圖謀殺罪的指控嚴重 所以沒有在即日再出裁決 賭王何鴻生在5月26日離世 雖然國防都說 千億身家早已分好了 但國防又是否真的滿意自己所分那份呢 何鴻生和原配黎婉華索身的女兒何超雄 今日透過律師在高等法院遺產承辦處登記支揮備忘 要求法庭不要在未支揮她的情況之下 將何鴻生的遺產授予書概賬 也就是說這份備忘生效期間 死者的親人不可以管理遺產 或者取得遺囑認證 中通社引述律師黃鶴明說 如果死者身前有定立遺囑 遺產承辦人將要去到法庭申請 將死者的遺產授予書概賬 以展開承辦遺產的程序 如果有第三者對相關遺囑有意見 則會透過向法庭傳黨招會備忘 要求法庭在遺產授予書概賬前才招會第三者 通常就意味著為真產官司揭開罪魔 何超雄在5月中也曾入憑高等法院 要求同房的三子何超賢 向他的律師團隊加出亡目 兩個信託基金的信託契約 資產分配文件和部分會議記錄等 以研究日後再出進一步法律行動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最近《蕭迷雪》有份主持的節目突然停播 我們看看他在這段時間有什麼組 我跟侯姨亭一起表演的 我們是機場敵警的一群演員一起打鼓 打中國鼓 已經練了兩天了 今天第三天回來排練 嗯 有沒有信心嗎 我沒有的 沒有的 我打算依賴我的左右 對 我旁邊會是梓恆和許家傑 他們會帶領我很好的 許家傑在旁邊不斷幫我數拍子 因為我的拍子都錯了 我自己本身的手腳不協調 就有這個難度了 我也害怕 是啊 我自己以為跟到 但是拍了一條片出來 咦 原來我是慢了應該半拍 現在那個姊妹圖那個 是說可以再播放 是啊 是啊 有啊 但是呢 因為前陣子我有拍主食片 在網上分享 所以監製看到這個才能 他就想新一輯的姊妹圖 可能就想我練得更加好 就可以教大家煮食 所以我現在都在家裡 很努力煮食 那什麼時候開工 姊妹圖 我主要吃的部分 好像差不多六月會開始 現在就是六月 是啊 可能越中越美會開始 他們都 寫了很多食譜給我練習 那希望 是啊 這個應該有信心一點 比大家猜到更有信心 那些 是否說你忽然富貴 駕駛車 唉 哪有忽然富貴 我都沒有富貴 我都沒有富貴過 不然 你的名車來的 我二手買的 你二手買的 大概車都七年車齡 那它寫到它很富貴 不是 那車很富貴 但是我買回來的價錢 其實是便宜很多的 其實那時候我發現有記者在後面 我第一次面對是很害怕的 那時候是很徬徨 我就立刻打電話給經理人 然後求助 後來他都有教我怎麼處理 還有自己回家 也有想通了 就是覺得其實都沒有所謂 也沒有什麼好怕 有貼威才會拍你 是啊 是的 所以後來也想通了 覺得沒什麼所謂 都會有心理準備的 你說會不會怕素環出街 我也不怕的 我覺得素環出街 你未必認得我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下個世紀再唷